众叛亲离的刘劳之自意身亡了 刘劳之死后不久 迟到的儿子刘靖轩也赶到了和父亲的约定地点 但是刘靖轩无暇痛哭 甚至都来不及掩埋父亲 就匆匆渡江逃往了广陵 刘劳之自意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环玄的耳朵里 环玄此刻是大喜过抱 随即打铁趁热 面对群龙无首的北斧军 环玄展开了大清洗 一大批北斧军旧将先后被杀 这里边就包括吴兴太守高速 冠军将军孙无忠 辅国将军刘席等等等等 刘靖轩和高雅之 还有东晋的宗室司马修之 以及部分北斧军将领刘鬼等人联合了起来 企图讨伐环玄 但是此时大势已去 这些人的启示很快就宣告失败 刘靖轩也只能向北继续逃往了南烟 此时北斧将星大多凋零 只有刘豫和无忠等少数几个人 因为很早就和刘劳之划清了界限 自动退出了军界 显得是毫无野心 所以得到了保全 不仅如此 环玄还向这些人抛出了橄榄枝 像刘豫这样的人既能打仗 又不是刘劳之的党羽 用来安抚北斧军的余部 那是再合适不过了 于是公元402年的5月 就在刘豫辞职回乡 仅仅两个月之后 就再一次被环玄征召启用 任命为辅军中兵参军 整个这个事态的发展 就和刘豫之前的预判 一模一样 可以说是分毫不差 这就是刘豫的眼光 刘豫啊 绝对不仅仅是个气吞如虎的军事天才 更是一个算尽万事如神的谋略高手 这一次刘豫接到的任务 是率部前往东阳 讨伐孙恩的余党卢巡 东阳就在今天的浙江金华 各位可能会有个疑问 那叛军首领孙恩呢 怎么就剩了个余党卢巡了呢 因为孙恩在此时此刻已经死了 就在不久前 孙恩趁着东晋内部内斗不止 再次登陆 进攻临海 就是今天的浙江临海 在临海 孙恩被临海太守心警打了个大败 孙恩这人虽然打不过刘豫吧 但也曾经横行天下 如今败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手下 无疑会有强烈的曾经首富富不起的挫败感 孙恩心灰意冷 竟然牙一咬 心一横 投海而死 孙恩死了之后 自己的妹夫卢巡 就成了新的起义军首领 卢巡此人 本来是出身北方名门 泛阳卢氏 但由于这卢家人过江较晚 加之 他祖上又有人 辅佐过北方的胡人政权 所以卢家到了南方以后 这地位是一落千丈 只能和孙恩这样的平民家族通婚了 相比为人苛刻的孙恩 卢巡的性格更为温和 孙恩曾经多次要滥杀无辜 都被卢巡给阻止了 卢巡救了不少人 所以他也很得人心 就在孙恩死后 卢巡很快就站稳了脚跟 声势反而更大了 而此时 卢巡刚刚掌握东晋朝政 一时间也腾不出手来对付卢巡 只好采用怀柔政策 先封了卢巡一个勇家太守的职位 勇家就在今天的浙江温州 一个小小的太守 怎么可能满足卢巡的胃口呢 没过多久 卢巡再次造反 进攻临海东阳一带 这一路势如破竹 当然 这势如破竹是在遇到刘豫之前 刘豫出马之后 卢巡的好日子就彻底结束了 卢巡连战连败 在苦苦支撑了一年多以后 终于扛不住了 不得不从晋安再次下海 向南逃窜 晋安就是今天的福建福州 刘豫则大获全胜 胜利归来 在途经山音的时候 山音就是浙江绍兴 刘豫见到了自己的老友 老搭档何无忌 而何无忌这次来见刘豫 是来劝刘豫造反的 因为就在刘豫出征的这段日子里 东晋朝中的形势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环玄刚掌朝政的时候 深受磕正之苦的市民百姓 都对环玄这个新领导人 充满了期盼 环玄的民意支持率一度极高 但是希望越大 失望越大 如果说这司马元显的执政水平 用糟糕来形容 那环玄就是糟糕透顶 当时三无的百姓遭遇灾荒 很多百姓不得不外出谋食 这种流离失所的景象 显然和环玄所标榜的盛事 完全不符 于是环玄就严令地方官员 必须把这些流浪乞讨人员 都给我遣送回家 但又不拨出足够的粮食来赈灾 所以导致了三无百姓饿死无数 环玄最大的特点就是爱做表面文章 几乎他不干实事 为了显示自己的高峰亮节 环玄多次上表请求辞职 同时又让朝廷下诏不准他辞职 为了显示自己的积极进取 环玄上表要求北伐中原 朝廷当然还是下诏不许 为了显示他自己的明察秋毫 环玄喜欢咬文嚼字 在小事上做大文章 对大方针却毫无建树 为了显示自己勤于正式 环玄朝令夕改 让下边做事的人根本无所适从 天下人对环玄无不大师所望 怨声载道 一直在用放大镜 密切关注朝局的何无忌 从这里边看到了机会 所以何无忌特意跑到山音 向老友刘豫建议 不要回去就带着这只打卢巡的队伍 咱们起兵造反 反了环玄 不过如果没有合适的时间和充裕的准备 别说造反了 就连造个房子也不一定能造成 因此刘豫当时没有马上答应 而是悄悄的和自己在山音的一位朋友 孔静商量此事 孔静对造反这事表示反对 他跟刘豫讲 山音这地方离建康太远 其事不容易成功 而且环玄还没彻底暴露他的不臣之心 现在就反他 号召力还不够 不如等他篡位之后 咱们回京口再举一旗 经过一番权衡 刘豫最终采纳了孔静的意见 暂时不行动 随后刘豫率部回到京口 把兵权交还给北府军现任的领导人环修 刘豫这样一个做法 也给环玄留了个极佳的印象 环玄认为刘豫这人不仅是能争善战 而且不练权 不贪功 就好像地上一块砖 哪里需要就搬到哪里 真是个让人放心的好干部 将来我当上皇帝 一定可以大胆使用它 此时的环玄已经开始紧锣密鼓的推进 自己取东进而代之的大业了 公元304年的9月 环玄封自己为楚王 加九西 毫无疑问 环玄的下一步就是改朝换代 但这事毕竟非同小可 在正式动手之前 环玄还要试探一下朝中几位重量级人物的反应 刘豫作为一个战功赫赫 威名远扬的将军 此时 在东晋军界的地位绝对是举足轻重 当然刘豫也在这份咨询名单之中 环玄让自己的堂兄 环迁悄悄的找到刘豫 跟刘豫讲 说朝中有不少人都认为 楚王应该登上大位 不知将军你如何看待呀 刘豫当时旗帜鲜明的表示支持 刘豫就跟环迁讲 说楚王是宣武之子 宣武是环温的嗜好 楚王公盖于世 无人能比 比起楚王秦皇汉武尽书文采 魏武尽武大迅风骚 更何况如今这晋势早已衰微 失去了民望 楚王在关键时刻挽救了国家 挽救了百姓 那可是人民的大救星 可以说天不生楚王 万古如长夜 由楚王代晋称帝 实为顺天意 应人心之举有何不可 在得知刘豫的态度之后 环玄这颗心就放在肚子里了 十二月 十年三十四岁的环玄 正式接受了晋安帝的善位 登基称帝 改国号为楚 在登基仪式上 还发生了这么一个插曲 当环玄坐上自己 梦寐以求的皇帝宝座之时 这龙椅突然塌了 在场的人都惊呆了 环玄的脸色也变了 这似乎不是个好兆头啊 尴尬时刻 方显马屁精之能耐 世中殷仲文说了一席话 让我们见识了 什么叫把黑的说成白的 把死的说成活的 殷仲文和环玄讲 这是因为皇上的恩德太过厚重 连大帝都承载不住了 殷仲文这一席话 把之前的尴尬气氛是一扫而光 环玄也转惊为喜 公元402年的2月 也就是环玄称帝之后的两个月 刘豫随着环修入朝觐见 这是刘豫和环玄第一次见面 具体过程史书上没写 我们也不得而知 只知道这见面之后啊 环玄对刘豫是大家赞赏 称刘豫真是当今之人节 接下来这几天 环玄对刘豫那是极力笼络 无论是出游还是宴会 无论是上厕所还是争丧拿 环玄都把刘豫带在身边 热情款待是屡屡风赏 但是环玄的皇后刘氏 和丈夫有着不同的看法 这个刘氏就跟环玄讲 说刘豫龙行虎步气度非凡 恐怕不会久居人下 应该早点除掉他 但是环玄不以为然的回答说 我正准备荡平中原 如果此时杀了刘豫 你让我去哪找这样的人才呢 你说的这些 还是等天下统一了再说吧 之所以环玄会这么讲 不仅是因为他之前这几年顺风顺水 造就了环玄目空一泄的迷之自信 还因为刘豫之前的表现 让环玄觉得刘豫就是个 没有政治野心的职业战将 更因为刘豫本身出身寒门 而自东晋建国以来 还从来没一个寒门之人 能身居高位的 这个规则百余年来 盖莫能外 然而环玄这次可错了 在刘豫这种强人看来 没什么规则是不能打破的 事实上 通过这次健康之行 刘豫更加坚定了反抗环玄的信心 这些天所见所闻 让刘豫确信 环玄早就失了人心 也更让刘豫认识到 环玄的实际能力 实在是不值一提 回到金口之后 刘豫立刻开始筹划 导还的事宜 下一次咱们就继续说 刘豫是如何巧步妙局 实行返还大计的 如果您喜欢我的故事 欢迎点击订阅留言 咱们下次再见